从目前菲律宾频繁挑衅中国南海权力和主张的所作所为来看 菲律宾新政府不仅没有继承中非两国在都特尔特政府时期达成的 不以仲裁裁决为前提 处理南海问题的谅解和默契 反而并本加厉的利用裁决改变现状 固化非法所得扩大牵权范围 马克思总统上任以来菲律宾言必称裁决 以其作为所谓依据来攻击甚至抹黑中国海警在仁爱礁和黄岸岛的正常的维权举措 这批部报告再次揭示了 仲裁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 施舍认定 争据采信等方面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同时参民中国不接受任何机遇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恰恰是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维护海上和平稳定 维护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 正当之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